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指控的另一方驻查 该组织秘书阿都拉萨今天召开记者会就质问警方 性短片的主角明明有两个人 为什么警方却只是扣留自成是当事人的哈兹长达一个星期 烈火莫系老将这个组织 它的马来名字叫做Otay Reformacy 是一个以20年前参与烈火莫系运动的人 所组织的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 他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以及清楚的 就是挺安华 过去曾经呼吁马哈迪尽快和明确的定下权力移交的日期 让安华能够顺利接棒成为下一任首相 那么他们支持安华的态度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群人士他们并非高官 很多也不是YB没有官职 他们是属于基层的领袖 不过有一部分人就认为说 这个Otay Reformacy的人其实是过期的人 或是Expired的 甚至是Recycle的 再循环的政治人 两者之间的意识大同小异 不管以Expired还是以Recycle来形容他们 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的 他们辉煌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不过他们还是可以发挥本身的力量 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扮演压力集团的角色 阿都拉萨就说 警方在性短片的这个事件上的标准作业程序 是非常混乱的 他说警方援引多媒体与通讯法令开案调查 为什么不是用刑事法呢 是否也需要同时使用刑事法呢 这是他们发出的一个质疑 如果同时使用刑事法点377A条文 也就是禁非自然性行为来调查的话 那他说这两个发生亲密关系的人 是应该要被调查 也就是要被逮捕注查的 那么对方质疑的基础呢 是有他的这个合理性的 如果他们的言论是属实的话 那么警方就有这个偏颇的嫌疑了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只有哈兹被扣留6到7天 然而他的伴侣就是传闻中的阿兹敏德 像阿兹敏德男子那个 却没有被捕 那么只是给予口供 而且入供的时候大概只有3个小时 所以这也是令到这一批 Otai Reformacy很不爽 很不开心 很不高兴 认为说是不是因为对方是部长 而哈兹是没有任何的官职在身 所以就有不同的这个待遇 那么这一批老将们认为说 警方应该要一视同仁 公平的对待这两位涉案的人士 那阿都拉萨呢 也表示无法接受 全国警察总长阿都哈密 把性短片的这个案件呢 丢给总检察署的这个做法 因为扣留逮捕人 或者是录取口供等等的工作呢 都是警方的工作 并不是总检察长的工作 他说当警方呢 录取口供 还有就是完成调查之后呢 才将这个报告提成给总检察长 那总检察长呢 将会决定这一宗案件 需不需要上法庭 不过呢 昨天不给阿曼 全国警察总部就有澄清说 阿都哈密没有这么说过 说交由总检察署决定 是否要逮捕阿斯敏 警察总部提供的 这一个当天 阿都哈密记者会的录音 就显示说 其实阿都哈密只是 当时是很笼统的说 交由总检察署决定 下一步的这个行动 录音则显示 当时记者的提问问题是 如果警方掌握证据 会否逮捕阿斯敏 而阿都哈密的回应则是 阿斯敏已经给了口供 调查一开始就给了口供 所以不 然后停顿了一会儿 接着就说 交由总检察署决定 下一步的行动 那另一方面呢 烈火墨西老将副主席呢 穆斯达法呢 则以不点名的方式呼吁说 自称知道性短片竹谋的 这个部长还有大成呢 就是向警方投报嘛 所以他就希望呢 这两个人呢 立刻协助警方调查 但是他却拒绝说出 到底这两位所谓的领袖是谁 哎呦 其实也不需要把它收起来 大家都知道说 这两位人士 第一呢 就是阿斯敏 就是那名部长 第二呢 就是阿米如定 就是那名雪州州屋大神 因为这两个人 已经对外讲话了 所有的人都知道 那么老将们不点名的意思呢 或者是他们的想法 就是不想要别人指控他们 有偏一方的立场 不过大家都已经知道说 你本身的立场在哪里了 不过呢 对跟进蓝眼政治的人都知道 Otai Reformacy 其实是安华的外围组织 他们的立场非常鲜明 但是如今的重点并不是说 他们的身份是谁 而是他们提出的这一些质疑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有他的这个根据 如果警方没有提供 很好的解释的话呢 那么将会加剧民众的猜疑 有损警队的专业形象 认为警方已经成为 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了 这对警方特别是有心 要干一番大事业的 阿卓杜米来说是不好的 那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就换个焦点 一起来讨论的就是 你怎么看待关联公司 还有关联投资机构的管理系统呢 你认为这其中是否有一些弊病 那有一位呢 马大的政治经济学者呢 可能把你心中的话说了出来 下一段回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到底他说了什么